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今天很不敢當 那我就要講這個題目 那這個我想把我個人的人生經驗 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一路走來 其實都是在天主的引導之下 所以我想我們在主內的弟兄姐妹 應該感受到我內心 真的是充滿了感恩 那因為今天好像給我的廣告是 我是個音樂家 所以我今天還是用音樂為主題 所以真的是沒有機會談 不過我是可以隨時演奏的 因為只是沒有琴 所以我今天就在我的slide裡面 放我所有的音樂 大概簡單跟各位做一些音樂欣賞的介紹 我們下一張 那麼我今天大概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講我整個學士歷程 到現在的工作 那麼第二個講信仰給我的啟發 那麼我個人認為說成為一個良意 必須要有的條件 下一張 這一首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曲子 是肖邦的一個變奏曲 那麼你可以看到我從這麼小 我在幼稚園畢業就上台演奏了 那長得蠻可愛的 那時候 那小孩勾不到那個踏板的時候就開始彈 然後 然後我 我一直彈一直彈 我都是彈得很努力啦 因為那時候要學鋼琴環境不好 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彈 那可是一直到彈得很好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開始參加比賽都得獎 我得過三次台北市的冠軍 那我彈的都是小邦的曲子 都彈那些敘事起搖 灰階曲 所以我就開始一直不斷的參加一些小新的演奏 然後我到大學其實也不是很用功練習 我一直在台南和尚團伴奏 然後我幫他們拿了五次的全國的冠軍 然後到北伊 我跟他們管學一段合奏 就彈 說是在彈貝多芬的寫奏曲 所以我整個人生的過程 總是偷不了音樂 那麼 可是我再怎麼忙 我都不會忘記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這個給我 很多安定的力量 跟我的信仰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 我都能夠很平安的走每一條路 所以我覺得我 我從小一路走來了 能夠有這麼順暢 其實一個是 我很懂得自我的管理 每天時間我都分配得非常好 今天要做什麼做什麼都一定做 然後另外我是覺得 我覺得冥冥中就是有天主在照顧我 所以我總比別人運氣好很多 所以這個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麼 剛才這條音樂其實是小邦在 在他大概十三四歲的時候 在波蘭聽有一位小地形鬼才 叫帕格尼尼 他去演奏 那帕格尼尼是一個鬼才 他的技巧很炫技 所以小邦聽了這條以後 給他很大的企劃 所以這條曲就要獻給帕格尼尼的一個回憶 那這個主題是叫威尼斯變奏曲 各位可以知道 小邦後來就訓練自己變成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鋼琴演奏家 所以他後來就離開博蘭到法國去 那在法國以後 他又經過一些文藝的修養以後 就變成一個所謂鋼琴師了 所以他所專注的遊戲 大概都是在鋼琴上面 我從小大概就彈小邦彈得非常非常多 那彈他小時候的曲子 彈他成熟以後的曲子 彈他晚年的曲子 都有很不同的感受 那每一個階段其實 彈同樣的曲子都有不同的感覺 我想每一首要換完可能時間很多了 我們下下去好了 那麼下一張 其實稍微小聲一點 這條是幻養幾星曲 這條是我演奏最長的演奏的曲子 到現在最常在演奏這條曲子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彈這個曲子 是在我初三的時候 那個國生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大家覺得 這個孩子彈得真好 跟大人彈得一樣 那當然現在感受不大一樣 不過我要講就是說 學鋼琴其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跟學運動什麼一樣 就是說你知道超過一個月不彈 你大概技巧就差很多 而且我現在覺得說 現在手老了以後 你看一兩個禮拜不彈 他就速度就沒那麼 彈得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所以他簡直就是一個 一直持續不斷要練習的 所以各位知道 很多在音樂系裡面主修鋼琴的 他沒辦法上台演奏 今天今天一個孩子彈得再好會背 可是要上台彈那是很難的 所以這都是訓練 所以要不斷的訓練自己 所以你要維持一支彈鋼琴 第一個 你要有上台的機會 你一定要有一個目標設定 那你一定要彈到說自己喜歡彈 這個在十個學鋼琴 學小提琴的人 大概只有一兩個能夠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幸運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當你有一個孩子要學琴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要讓他自己彈 起碼他自己很喜歡聽自己彈 第二個他要一直持續有個目標在設定 比如說他要參加比賽 他要參加演奏 然後他自己一定要 試圖的使自己彈得更好 那這個才能夠是一個 持之有恆的一個對樂器的一個好 當然我們到老了還是可以學樂器 那學的角度就不太一樣 他能夠讓自己能夠來紓壓 能夠跟人家對話 那這個就是讓一個人能夠保持 對樂器的一個愛好 然後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到現在每天都還練琴 那至少有半個鐘頭 一個鐘頭 如果今天真的是忙到都沒時間練 我睡覺的時候就覺得今天還有一件事情很遺憾 就是沒有彈到琴 所以那我大概每一兩個月就有小心著上台的演奏 或錄音 因為我經常喜歡錄一些CD 那麼那我就會去把一些曲子練到非常完美 然後上台去彈 所以到現在還是這樣的一個生活習慣 每天有半個鐘頭 雖然是有點奢侈 可是我是覺得很容易就能夠有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的話 所以剛才神護講了一件 一個字叫做The first in first 什麼是你一天裡面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彈琴是我一天裡面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那麼當然還有其他像研究什麼 我每天都要沾一點 我才會覺得說今天好像每件事情都做了 每東西都吃過了 我才睡覺 是這樣子 你們以後如果有機會到輔導 歡迎你們來 我一定彈給各位聽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台非常好的史丹威鋼琴 所以我為什麼現在在輔導 我生活得很快樂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音樂廳 就是那時候我蓋這個大樓的時候 我特別把他花了三千萬捐款去裝潢的 所以我只要很累啊 或者是沒事 我就跑下去彈 所以我秘書找不到我 我一定可以在那邊找到我身邊念琴 所以你們來我一定會彈給各位聽 那是非常好的鋼琴 下一張 這次舉的是我們醫學系 現在是四年級嘛 他剛好考執照 那個延定帶同學的演奏 他拿過全國的小提琴冠軍 他是音樂系同學考上醫學系的 所以他們只要考上醫學系 有音樂班的資歷的話 我都會把他找來 然後給他安排一些演奏的機會 叫他經常要練習 叫他們不要忘記這些事情 我覺得 因為我用我的經驗 讓他們也是跟我一樣 想能夠音樂伴著他一直成長 當醫生這樣子 所以我還有就是把音樂 就結合到我的所有的生活裡面去 包括我的研究 包括我的教學 所以我在北醫做研究所所長的時候 我就弄了一個叫做音樂治療的一個研究 我指導的很多碩士班的學生 做音樂療法 那麼我自己寫專欄的時候 有寫過一本書叫《音樂處方前》 這本書很有趣 是寫什麼呢 是寫每一個音樂家 他的疾病跟死亡 因為他在人生過程中 總是會遇到很多挫折 不管是身體的或心理的疾病 那這些都會引起他創作的動機 所以有人說過 在歷史上能夠留下來的文藝 還有這個音樂創作 其實有一大半是在這些創作者 心靈的痛苦的時候 所創造出來的 在我個人的想法也是上帝 利用他們的痛苦 為我們世人留下最美麗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把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學醫的 把這些東西連結起來想說 如果用同理性來想 有同樣痛苦的人 去聽他這些音樂 應該有特別的感受 結果這本書是引起蠻多的共鳴 所以這本書蠻暢銷的 我現在發現說 連愛樂電台那些組織的 每個人都有買這本書 因為他們去年有邀請我去演講 然後他們 我其實是 因為我很喜歡聽這個電台 那他們其實都是我每天聽的偶像 我去他們說我是他們的偶像 每個人都有我的書 不過這個書上面有趣的 所以我是覺得 除了說我剛才講的 你每天花很少的時間 去做一些你很喜歡做的事情 日積月累啊 它就變成你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外 你要把它融入到你生活的每一部分 包括因為我是醫生 在醫療啦 那麼在教學啦 在研究上 那都有關的時候 這個事情就不會先 就不會從你生活中消失了 那其實我們輔仁大學醫學院 有一個特色 音樂治療幾乎是很多系都有的 我們的職能治療系 我一個學生是專門做音樂治療的 那麼在我們的護理系 在我們的臨床心理系 他們都有這個課程 那當然我們音樂系有 其實我在府大另外一個 我最快樂的事情 是我們有音樂系 我跟他們老師互動都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最近在思考說 我們要弄一個學程 來訓練這個音樂治療師 因為現在音樂系其實他們走傳統的路線 其實他們的路是不太好走 如果他們給他們學一些 怎麼樣去紓壓啦 怎麼樣用音樂來幫助人 各位知道我這個職能治療系 這個學生 他最近拿到管理學院的博士 他做的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說那些賣場 那些餐廳 要聽什麼音樂 對這些顧客會有刺激購買慾 那對這些員工 他會有很紓壓效果 這個是很好的研究 對管理來說 管理學院的博士班 是蠻有意思的 所以你知道我們在任何一個領域 都要跨領域去做一些推廣 那輔仁大學其實是全國 最好的跨領域的一個大學 下一張 那麼後來我就進到大學裡面去 那我們那一班其實是非常耀眼的一班 我在我們班還是小人物 我們昨天才開同學會 各位知道我們班上出過三位衛生署長 林芳玉 侯勝茂 幾個葉金川 昨天都有去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班上現在大概所有 全國的大醫院的院長都是我們班的同學 包括台大榮總 還有我們的更新醫院 新框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不過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的前一班出國的很多 我們這班出國的就不多 所以我們這班留在國內 後來去阿拉伯服務或什麼 後來就在台大就 他們就做得非常好 那麼那我們這一班 其實在我們天主教的醫療系統 也做了非常多的貢獻 包括我們的周國營院長 也是我們班的同學 那除了這個 我們的鄧四雄 鄧院長以外 還有現在幫很多忙的 像我們星光的副院長 像球浩章 像我們蘿惠明 都在我們這個天主教的醫療裡面 做很多的貢獻 所以我在大學裡面其實 不是那麼用功念書的一個學生 不過我很自豪就是我都還沒有當調 都還能夠每一課都及格 雖然分數不是很耀眼 因為我後來覺得說 我怎麼念書念不過這些人 他們很會練書的 所以不過我在大學裡面還是能夠交很多的朋友 所以就像這首曲子 你們這首曲子比較不是古典的 這個是叫做綠鋼琴 這是個Kevin Kern 一個美國的一個鋼琴家 他的作品 這個Kevin Kern 他是一個視障的一個人 你們也許在婚禮 在很多的那種喜慶 都可以聽到這首音樂 那Kevin Kern 他來台灣演奏過幾次 都拿著拐杖出來看不到 他這個經常就是聽到什麼音樂 或想到什麼就可以彈得出來 因為他看不是很清楚 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知道學音樂其實很多都是靠 這個一個美的感覺 那 謝謝 我們就接下去好了 那我在大學畢業了以後 這個 還沒錢一張的樣子 有沒有 沒有是 沒有 OK 好 那麼這是我當兵的時候的樣子 大學兵當兵 這是我做的醫療服務 那麼這個是在德國留學 那 就是大學畢業以後 其實 我其實改變的蠻多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蠻害羞的人 然後後來人家都不大相信 不過你問周院長知道 他就告訴我說 你大學不是這個樣子 那麼 因為一方面我 我 我的興趣是彈琴 所以很少跟人家交談 那麼 另外其實 這個 在學校裡面其實 我也不是很突出的人 所以 這個 個性就比較內向一點 可是後來 當了密鬧科醫生 藍心醫學 那不能不內心 不能不外向一點 所以後來就經常在演講 那麼這個我到德國去 其實也是給我很大的一個 人生不一樣的一個 境遇 因為我那時候在台大做 住院醫師做完了 那時候 我們台大那邊有 火車站有個中德文化中心 我去那邊補一些德文 因為我覺得以後去日本 去美國的機會很多 然後去德國試試看 而且我爸爸以前是在德國留學的 所以後來我就去考一個 德國中德文化交換講學技 沒想到一考就考上了 然後 就到慕尼黑大學去 那個教授度我非常好 除了教我那些 社會界的切除術以外 也讓我做研究 讓我拿學位 而且他給我非常大的優待 所以為什麼那麼快 不是我特別好 因為遇到好的教授 所以我跟你講 讀博士最重要是遇到好的教授 他說你這個程度這麼高 也不用再把你的論文換一成德文 就英文寫一寫 就可以給你畢業了 所以我速度特別快 而且你知道在德國 如果讀文的話 你起碼沒有八九年 是拿不到博士的 那功啊或什麼 因為德國人他 他不希望你讀那麼快 而且德國人自己 也不希望讀那麼快 因為德國讀書不用錢 那是社會主義國家 都非常享受 可是畢業以後就完了 就要找職業了或什麼 所以大家都不想那麼快畢業 那我是很想趕快回來 因為我說 我是個外科醫生 如果很久不開刀 很久我就 可能我就沒辦法practice 所以他們就說 那好啦你要快也可以 就趕快把那個寫一寫 那一方面學手術 你就不要那麼常上刀沒關係 其實那時候總醫師做完了 其實刀也大家都會開了 那麼我那時候做的題目 其實我在台大做總醫師的時候 就對這個膀胱癌很有興趣 因為那是烏角病地區的膀胱癌 特別特別嚴重 所以那時候我一回來 也就帶著這個北醫的學生 大概每年寒暑假 都是到那些台南的烏角病的地方 去做流行病學調查 所以我寫了很多論文 那其實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我喜歡寫東西 我沒事就進下來就寫東西 所以我不管是在學術論文也好 一般來寫說我都寫得比人家快 所以我就是專門寫烏角病地區旁歪 所以很快就升到教授了 所以這個是在 我在德國跟我的同事們去啤酒 因為目前是啤酒節很有名 我記得這個 我剛去的時候 我覺得我在台大酒量還算不錯 可是跟德國人比起來 是不能比 就像杜神父一樣 酒量比我好很多嘛 對不對 他說我們去啤酒園喝啤酒 跟這些住院醫師 他們大概五六點下班才去喝 他們天亮到十一點 然後他會說 Dr.醬你要喝多少 我說我喝五百CC 他瞪我一眼說 那五百CC是小孩子喝的那種酒杯 我們是一個酒杯就是一千CC 我們通常是五到六個 六杯才結束 所以在那個地方就是這樣 然後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去 隔天還要上班 所以在這個人生過程中 我是覺得 後來我的個性就慢慢地改變了 那麼我是覺得 現在我們其實我們希望 醫學生一開始就能夠這個樣子 不要在社會中才慢慢地改變 自己變成一個比較 能夠跟病人溝通的一個醫生 下一張 那麼那麼我其實 在北一其實做得還不錯 那麼我在那邊 因為我從德國回來以後 我爸爸那時候在北一蓋了一個醫院 叫北一複色醫院 那時候沒有泌尿科主任 就叫我去做泌尿科主任 所以我去那個地方以後 就開始創生那個地方泌尿科 所以我很proud的就是 那邊到目前為止 所有北一的泌尿科醫生 都是我的學生 我每一年都受住院醫師 到現在為止 每一年都受得到住院醫師 所以現在的也很好 我再更新也是一樣 現在大概每一年都可以做得到住院醫師 後面都可以出來 因為我很喜歡跟學生們在一起 到現在還是跟他們住院醫師都在一起 所以跟他們聊生活或什麼 然後我很喜歡把我的專業裡面 做很多創意 從那個烏角病研究 後來我慢慢烏角病研究 所以我就那個膀胱癌的 後來就比較沒興趣 一方面是做那個動物實驗 很可怕 因為那個東西都是致癌物 那經常做那種癌症 也覺得醫生都會長那個癌症 就是因為他每次去搞那個東西 所以我後來就不大喜歡 而且臨床上你要那個癌症病人 不管你怎麼治療 到最後很多都是會死掉 那我這個人很感性的人 所以你看病的時候就很難過 後來就是我應該改行 做一些病人不會死的行業 那麼我就做男性醫學 男性醫學很好 因為病人不會死 那他是不會生 或者他性生活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滿適合做這個 而且我喜歡寫文章 喜歡做群眾的教育 所以我去慢慢改行做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其實有很多開發的餘地 而且我做癌症 需要很多時間去做那個大手術 我就讓年輕人去做 所以後來我北一的那些年輕的醫生 他們就做癌症做這些 我就改做男性醫學 然後需要多的時間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所以這是我在北一他後來 得到這個台北市的醫師公會的信領獎 下一招 這好像跳了太多了 我不知道前面有沒有都跳過去 再前面看看 再前面 再前面看看 沒有跳了這麼多 沒關係再下去好了 所以我每天花很多的時間在做這個醫療以外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下一張 所以其實 其實做研究是越來越困難 尤其現在要得到國科會的計畫很難 那我幾乎每天都拿到國科會的計畫 因為我都花一定的時間 經驗就知道 到現在還是有這個習慣 像今年 其實只有20%通過 我還是通過 去年沒有通過就很難過 因為我大概從一有八五年 我每天都拿到國科會的計畫 現在論文很多 可是到這個年紀來 有很多論文是跟人家合作 可是我還是保持 每年至少一兩篇 是我自己寫的 那你問我說 你有怎麼做的時間寫論文 寫論文是非常辛苦 跟寫一般的文章不一樣 我大部分都出國的時候在飛機上寫的 那麼 我不喜歡到處去跑 所以我在旅館裡面大部分都要寫論文 所以你有時候去看我就要寫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寫這些東西 這樣在做看劉樂的意見或是這樣子 下一張 這是我爸爸 我爸爸是 以前在台灣就做密尿科很有名的 叫蔣萬軒 他現在已經90歲了 那麼 他以前沒有要我學醫啊 他對我是沒有什麼給我什麼壓力 我們其實也很少交談 因為他很忙 我以前有一次問他說 爸爸你做什麼 他說我在教書 我說你在教什麼 他說教醫學 我說 有一天會給你教到 他說你如果給我教到 我就很放心了 結果真的有一天我就被他教到了 那麼 那麼他其實也沒有一直要我做醫生 可是我運氣很好考上台大醫學系 因為我功課其實沒有那麼好 能夠考上台大醫學系 不過天主讓我考上了 結果後來我爸爸的同事 有一個叫李志堯 他是婦產科的主任 他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你考上醫學系你爸爸好高興 我說你怎麼說 他說那天 他請所有台大那些教授 在他研究室喝啤酒 我才知道他很高興 不過他 所以其實一個醫生在本堂做得很好 他也算自己小孩做醫生 可是他都不好意思講出來 不過後來我有這種感覺 那麼我女兒 我一個小女兒也考上醫學系 我也好高興 雖然我這邊沒有影響他考他 自己很喜歡去考他 重考就把他考上了 考上那天我也非常高興 我就請我同事全部的同事喝啤酒 他感覺說 所以那我一直覺得 我後來就跟他做同行 那同行以後 我是覺得他沒有做到的事情 我都努力在做 所以我一直 像他以前做兩性的教育 做這個藍心醫學會 做密尿科醫學會 他沒有做的 我全部都做了 所以我幫他的那種學會都創起來 然後做的理事長 那我到目前會才做很多手術 他以前沒有做的很多 我現在都做的非常多 像這個塑菌管接通 能攻進手 現在目前國內還是我 做最多的醫生 這個張斯賴的背後的音樂是 你們聽這條音樂 我很喜歡這條音樂喔 這條音樂叫做我親愛的爸爸 这是普吉尼的歌剧 叫做Johnny Schicke里面的一条歌 不过这个女孩子 对她爸爸唱这条歌 倒不是感谢她爸爸 不然是她要跟她爱人结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爸90岁了 他最近才离席 下一张 那么 其实道府人大学 玉璇其实是我人生的新起点 我很感谢一个人 就是我们邓师兄邓院长 因为他来找我的 那我本来跟福大其实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渊源 那时候刚好我们的院长 要退休了 那么他就说 我又不愿意去 那其实那时候我在 在北一叶悬上的一线院长 那时候因为他们叫我 先做一连系组的人再接院长 那时候我觉得 我就先来福大看一看 那时候戒掉一点 不过来了以后 我就留下来了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需要我 所以我就一个新的起点 对我来讲 我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 把它融入一个新的一个医学教育里面 那么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就是要盖我们的那个新的医学大楼 所以各位你如果来福人大学参观 我们一定会带你去看 我们新大楼里面各项措施 医学教育 那么临床技术 那么还有你这个 很多的那些人文空间 这是我们医学院跟别的医学院 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最近也建制了 很好的电子显微镜师 动物实验室 都在我们的医学院里面 我们还有很好很好的那种 大体老师的那些感恩的那些 那些仪式 所以这个是一个天主教的医学院 跟别的医学院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那栋大楼盖好以后 可能下一步我们就要盖 自己的附生医院 那我们其实跟更新 也有更紧密的一些结合 所以这些都是我 后来融入到整个福大医学院 福能大学的一些工作里面去 下一张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新大楼 各位看得到 这个 这边是我们福大的一个精神象征 叫中美堂 那这边的新大楼 旧大楼在一起 那么在我们旧大楼 这个是一个中座章先生圈的 我们从第一届的助神父 助比兴神父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陆院长 陆院长手上的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工作 就把我们医学系 就把它创立了 那医学系到现在已经有第十届了 那么不止了吧 十一届了嘛 好 那这三届已经在助助兴医师 各位知道我们医学系 我们毕业生里面最多是在哪里服务 你知道在哪里做助兴医师 在台大 有二十五个学生在台大 所以外面都不大知道 我们上个礼拜才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么这些毕业生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下一张 那么这个这是我们上礼拜所开的 业主任我们座院长都到了 这个 没关系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最优秀的部分是我们的考照率 我们考照率里面 你看全国平均 才在有说到50%的时候 我们是80% 那一年大概我们全国的冠军 那么全国70% 我们是90% 全国60% 都大20% 所以这样的一个医学系 其实很值得我们骄傲 那我们从周院长 他开始做这个PBL教学 也是传下来 到我们的这个 那个另外一个周院长 那传到我们 周主任 那现在到我们叶主任 那其实一脉相传 我们考试都考得非常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 能够再给这些学生 将来有更好的一些 做医生的机会 这是我们的任务 那天我们去了 还有一些 替一个学生授旗 就是明天要去 躺桑尼亚服务的 那么这些学生 就刚才讲的很多 很优异的那些 人文天才学生 所以我很感谢天主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好的学生教育 那么他们虽然近来 不是最好的 我们希望将来近来 会更好的 可是他们出去 都是非常好的医学人才 下一张 那么这个是我们 未来要盖的医院 各位这个动画给各位看一看 这个 这边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不带医学院 这个是我们的 未来的医院 它是一个现代的 国际化的一个建筑 我们希望它将来也能够支援 所有的天主教的医院 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大的 我刚才业主任 也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它其实我们募款要募十亿 学校大概出十五亿的现金 十五亿贷款 各位看到现在医院 整个设计不像旧有的医院 它可能是非常的人性化 大家好像进到一个 高级的旅馆一样的 你看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大厅上面 都很多的这个 我们 圣像 这有的钢琴 所以 这个是未来医院的一个走向 下一张 所以我们大概已经通过卫生署 499 所以意思是我们可以盖到 大概800床左右 那 这个 这个医院 刚才看在这边 这是我们福人大学 其实这个地区 其实是现在台湾 医疗资源最需要的地方 它大概有将近到40万的人口 未来捷运盖好 两条捷运在旁边 大概会有60万人口 就是富都新 就新庄富都新的地区 所以医疗资源是相当的需要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用这个医院 带给天主教会 富人大学 跟新台北市 一个非常好的远景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大目标 在努力中 来 下面一张 那么 所以我常想 这个故事 各位知道 圣方祭 圣方祭 他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 那么 他这个放弃了他一切 那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 替教会带来很多的一些改革 或什么 所以 所以我其实 我在想 如果我当初留在北宜 留在 没有进到这个福大医学院 其实我可能只是一个 很有名的事 可是将来如果说 能够替 替这个 我们天主教会 提福人大学 做一个很大的贡献 我是觉得 跟我的信仰结合 这个是 真的是一个 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 下一张 那么下面一部分 我在讲这个 关于信仰 那么 医学其实是一个科学跟艺术的结合 那么 用于服务于人的职业 所以 一个医生呢 其实本身要有很健康的人身观 才能做一个很好的医生 这是我们在医学教育里一直讲的 一个医生如果说 他的人生观不是很健康 他不是很快乐 那我相信 他医术再好 那也不能带给病人 相当相当多的一些 生活的改造 那么其实很多人的病 其实是从他的生活 从他的心灵所引起的 所以医生本身要 把自己的这一部分 给他建立到很好 所以 所以信仰给我很大的力量 来做这样的一个 人生观的建立 下一张 宗教 其实我是觉得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中 其实是安定住我最大的力量 很多人有自己的一些人生观 他可能是无神论 他有自己的哲学观 我对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很尊重 可是我觉得 我很幸运 能够有这样的信仰 很简单 就能够给自己一个 对人生很多圆满的一些解释 所以这方面来讲 我是觉得 我很想也为这样做见证 那去影响我周边的人 也能够跟我一样 有同样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看法 下一张 这是我妈妈 我妈现在87岁了 那 我很感激我妈妈是因为 她从小 没关系给她放 没关系 她是从小带我去教堂 那让我变成教友 那她从小让我学钢琴 我在蓝堂临席的 唱这个歌是我的 我刚过世的 我世旧 她是台大龙金兴毕业 在美国做教授 做了一辈子 那 这套歌叫什么 叫我如何不想她 她歌唱得非常好 我为什么放她的这个歌呢 因为我们家为什么会信教 其实跟这个很有关 那 我外公是一个 一个医生 开业医生 我外公的弟弟呢 也是医生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他叫石江南 他是一个 台北市医师公会的理事长 那他也是228的受害者 被抓去就没有再回来了 他五个女儿里面 有四个是台大医学系的毕业生 那 可是我们家就变定 就在白色恐怖下 就是一个黑名单 我们 我们这个后代都不能出国 所以像我世旧 他很想出国 都不能出国 那 有一个耶稣会的神父 帮忙我们 在加拿大的神父 叫路德全路神父 在圣家堂 所以 我世旧 我阿姨 都出国了 都是在神父的帮忙下出国 所以我们跟神父的关系就非常好 所以我们全家就信了天主家 所以 所以我对这段是觉得 这是也天主的引领 所以 所以 我们从小 在我大概八九岁 我就跟我妈妈到蓝堂去 那时候就 有一个菲律宾的姑婆 就跟我们讲道理 那 同时给我们糖果吃 所以我礼拜天就很 很喜欢去蓝堂 那小孩子都领袭了 然后以后我长大 我就自己走路到圣家堂 我现在在圣家堂望弥撒 一直走路到那边 那参加的一些高中生的活动 那 后来我自己的小孩 我带到个圣家堂去 当然小孩不见了 每个都会心天主教 不过还有一两个 还是有在 有在到教堂去 那 所以 所以 我 我现在还是 礼拜天早上七点半 带我 带我妈妈 去 去圣家堂望弥撒 我妈妈是其实蛮伟大的 她 她是在日本认识我爸爸 她在日本学药学 她是药剂师 那我觉得她 一直 一直都是在 试碰我爸爸 所以她一直也没有出国去玩 所以 现在我爸爸生病了 行动不方便 所以 我每次出国都会带她去 这是我们在 在新加坡造的 我是就是在 在那个阿拉巴马的 Hansfield那边做教授 他刚过的时候 我去年刚好 这个 大飞机 经过Hansfield 的时候呢 我跟那个 我们一个校友 叫陈志远先生 在聊天 聊到后来 他在那个时候 就答应捐给我们 500万美金 所以我觉得 这个好上帝 好像就只有这么意思 刚好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下一张 所以我觉得 其实 你要去解释 人生很多的那些 哲理啊 或什么 其实有时候是蛮困难的 可是你如果信仰天主 那是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我有时候 不会把它想得 非常的困难 很多事情就交给天主 那么 其实 对我来讲 我很多运气都是天主给我的 其实我在 我在高中 成绩还不错啦 没有到那 可是我第二次院就不是医学系了 所以我那时候 能够很顺利考上 台台医学系 我觉得 比命中 是天主的一些安排 那 做命令科医生 能够到 辅人大学来服务 然后继续走下去 整个路 现在想起来 也不是我自己 这么努力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我非常感恩 那我是觉得 很多事情在天主 安排下 我能够继续为教会 为辅人大学 做更大的贡献